喷子现在制霸普通军港啊 现在兄弟们都在熟悉军港地图 我发现全是喷子啊 那咱们也入乡随俗吧 打个路弹大喷子吧 为什么大家都用喷子呢 一个是要跑图 装备不用太好 嘎了也不心疼 另一个原因就是军港都是巷战 室内战 喷子也不弱 即使不打真人 也可以刷人机赚钱 军港的特殊人机 也就是德尔文的手下们 都是三套甚至是四套人机啊 废话不多说了 直接开稿 叫上个小粉丝 争取打穿军港 这把出生在了行政区西 虽然离行政楼很近 但是可别忘了 右边也是刷玩家的 找人打架去了 我敢打赌 肯定是喷子对射 看 这不就来人了 好像是刀子啊 我赌输了 不过我来了 嘿嘿 一喷解决一个 你往哪跑啊 再来一枪 这还有一个 别跑呀 直接干掉 瞬间三杀 我就说打得很爽嘛 三位跑刀熟悉图的兄弟 对不住了 他们也没什么装备 我们直接上行政楼吧 刷点人机拿点装备 小人机不要挣扎了 把装备都贡献出来 对了兄弟们 现在跑到一定要穿甲呀 人机都开始锁胸打了 舔包 看看 这不就来了个能打远的枪 不是这破盒子咋还打不开 来了 大残 直接冲他 还留下小伙子 一枪做掉 还有个人 别跑 人头被队友抢了 无妨 舔装备 这小伙子也是喷子进局 刷人机的呀 可惜遇到了我 还有个四架 不错不错 行动楼的玩家应该清完了吧 夹起来都干掉五个人了 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刮地皮了 也就是摸垃圾环节 不对 二楼还有人 冲 一枪 再来一枪干掉 还有人 我先溜了 这人怎么一把火把队友给补了 来了 我打 冲 还好把对面给换了 这就是四极甲的重要性啊 舔包咯 看看 他们也是一身人机装备啊 都是同道中人呀 呦 这人还摸了个小金 不错不错 我的喽 已经干掉七个人了 这回应该真没人了吧 开始搜物资 看 M2子弹 这不就挣钱了 完蛋 队友怎么干了 是伪装者 对呀 我都忘了 普通模式肯定有很多来熟悉图的伪装者呀 这人也是 身上全是摸的人机枪 兄弟们 如果遇到AK102的人机 一定要干掉 拿来用 AK102有时候是三极弹哦 走吧 时间也不多了 撤离 哇 这还有个空头居然没人舔 给我出个喝的吧 我都快渴死了 两个雷 一个小子 其他的仓位也是没啥好东西啊 我就说我摸不到暗虚净兔吧 不过最后摸到了N95不及头 可以吧 赶紧撤离 这边怎么还有人啊 我就说可以打架打得爽吧 正好 让你们看看碎片雷有多牛 一颗雷扔右边 看 碎片直接把这玩家炸死了 可以吧 这里的装备是面罩头 三套UMP45 也才能用 最关键的是 这位兄弟雪中送炭啊 给我带了喝的 谢谢兄弟 既然这里不能撤离 咱们就去直升机撤离点吧 咱们也体验一把直升机 先来帐篷呼叫 然后清一下冲出来的人机 直接上直升机 舱门关闭 成功撤离 这把虽然没赚多少钱 但是真的打架打爽了呀 真人加上人机 一共干掉了20个 我都数不过来了 好了兄弟们 快去拿潘子去军港跑潘熟途吧 打架打爽的同时 还能系图 岂不美哉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不要忘了长按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